坐在冰桶中泡在泳池里吃着滚烫的火锅 享受冰火两重天 可见重庆人有多爱火锅 不管多热都不能没有它 大陆人爱吃锅 走在22年前 台湾品牌ShabuShabu就进军强势 ShabuShabu超过四成的门市都开在湖北省 东北以及北京市 因此受到疫情严重冲击 ShabuShabu公布上半年业绩 19.2亿人民币同期大减近三成 我们请台湾的设计师 设计的东西出来之后 首先的第一点 就是现在中国 它大陆这边是完全没有的 ShabuShabu门市数量虽独过最大对手 中国道品牌海底捞 但在业绩上 海底捞上半年营收97.6亿人民币 大赢5倍 2020中国火锅十大品牌 海底捞稳作第一 ShabuShabu是连续三年拿下第二 陆媒分析 海底捞赢在无为不至的服务品质 我们真正要追求的目标就是 顾客很满意 来了一次还想来第二次 那么第二个最重要的指标 就是员工是不是努力 其实所以说海底捞就把这两个柔性指标 摆到了第一位 两岸火锅站 台湾品牌PK大陆品牌 当消费力提高 创新只是基本 顾客感受更是柳客关键 体别新闻综合报道 网上看新闻请下载TVBSAPP 或直接按订阅TVBS新闻频道